低价促销 限时优惠性消费者冲动购物 新竹县就有民众逛旅展 买了保养品的事后想退货 却被没收定金引发了纠纷 消保官提醒了 这类访问交易和通讯交易 都享有期日解除权 可以要求退货保障消费权益 逛宠物用品展买旅游行程 各摊位强力促销 冲动购物下可能后悔 消保官交民众可善用访问交易 7日解除权保障消费权益 他如果在展场可以先跟业者来做一个沟通 那业者沟通还是不行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全国的那个 消保官申诉系统来做一个申诉 那申诉进来之后 我们各地的消费者服务中心呢 都可以做一个那个处理 那发文给业者 请业者15天内 跟消费者做一个妥事的处理 减便宜抢优惠 竹北有民众买保养品 事后想退货却被没收定金 另一名投诉的是被推销员以华丽话术诱导 在家具展买了尺寸不合的皮沙发 引发纠纷 统计1到7月包含网路购物退货的 访问与通讯交易共有610件投诉 消保官提醒 如果现场没看到商品是订货买的 可主张7天解除交易 旅游展刷卡买保养品属访问交易 也能享有7天解约权利 没有其他的保养品可以做比较 那这样做这样一个推销 它就是属于访问买卖的一种 那反问买卖就赋予给民众 可以有就是等于说 收到货物7天的一个解约的一个期限 那解约的话呢 我们的业者是要无条件 就要把定金都退还给民众 货比三家不吃亏 消保官提醒 购物前要审慎评估自身需求 避免引发消费争议 协调不成还得上法院 得不偿失